今天要分享的文章是 不管是夫妻还是情人 一旦缘分尽了 就会有这三种表现 一起来听 缘分皆为命中注定 缘距缘散 也就决定着我们的相遇和错过 离婚律师中有一句话说得好 我相信爱情 也相信爱情会死 每个和我们相遇的人 就算拼尽全力 也不过就只能换来 携手共进的一段路而已 所以两个相爱的人 一旦缘分不复存在了 那两人矛盾和不同 就会被不停地放大 就会逐渐出现这些表现 坦诚相待 是伴侣之间相处最基本的要求 不可否认 两个人从恋爱步入婚姻 维系与推进这段感情的是爱 但在步入婚姻后 两个人除了爱 还需要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 互相信任 因为爱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步步消磨殆尽 等到婚姻中没有了爱后 维系夫妻关系的众人 就到了信任上 所以当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感出现了裂痕 那矛盾自然也就随之而来 一个年轻人去拜访一位大师 向他请教与人相处之道 大师给他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有两个强壮的青年 一桌一桥 天大旱 两人机缘巧合在同一块地上 各自挖井找水 很快两人都挖了两米深 但丝毫没有出水的迹象 第二个故事 还剩这两个人 乔者自诩聪慧 平凡换地方挖掘 终于因多次失望而放弃找水源 而桌者始终在原地 一如既往埋头苦干 却最终找到水源 第三个故事 两人非常和善 相互扶持竭尽全力去挖掘 桌者拉着乔者坚持挖到底 失败了也会跟着乔者 慎重地转移阵地 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水源 大师从容道 其实与人相处 最重要的是相互信任 生活中没有绝对的智者 一切都要靠双方去体会和探索 而这当中尤为关键的 是你们能否心无芥蒂 真诚相待 始终在这段关系里 去相信另一方 在感情中 信任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情 反而信任感的崩塌 极有可能会毁掉一段感情 虽然人人都知道 信任对两个人的重要 但知道和做到 完全是两码事 如果两个人同床异梦 各怀鬼胎 不论对方是否真的有问题 那这段感情已是貌合神离 名存实亡了 如果两个人格外重视信任感 从来不会没有理由地 胡乱怀疑 那两人之间从来都不会有 信任危机的存在 所以无论是身处怎样的关系之中 一旦两人开始相互怀疑 那这段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 渐行渐远 行同末路 都是从无话可说开始的 作家刘振云也说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 一个人找另一个人 一句话找另一句话 才是真正的孤独 父亲之间不说话 不沟通 更像是合租的陌生人 电影《一剧顶一万剧》里 有这样一个片段 一对兴高采烈 去领结婚证的年轻夫妻 工作人员问他们 说说 你们为什么结婚 两人干脆响亮地回答 我们说得着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开始变得没话可说了 当丈夫牛爱国 想跟妻子庞丽娜 说一件事时 庞丽娜却捂着耳朵说 求求你别说了 我一听你说话就恶心 就在这时 庞丽娜遇到了影楼老板蒋九 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 晚上看了什么节目了 听到了什么笑话了 或者啊 手机里听了什么歌曲 传闻里 谁和谁的关系好了 牛爱国知道后 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们一夜说的话 比和我一年说的都多 营销界有句名言 一切问题的终结 都来源于沟通 没有沟通 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段关系能够长久 主要在于是否能够持续交流 两个不熟悉的人坐在一起 如果没有交流 必定会在很短的时间里 彼此说再见 婚姻也是如此 有这样一句话说 中年人的感情连吵架都嫌累 当两个人之间的话题 只有孩子前孩子前史 婚姻剩下的就是无话可说 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却无话可说 那种强大的空虚感 才是伤害两个人感情 最大的杀手 所以一段感情常常开始于 无话不说 一段感情往往又是死于 无话可说 有句话说 三观在未来必将取代血缘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三观不同的两个人 永远不可能和和睦睦 毫无顾忌地相处在一起 棺杆满精华 私人独憔悴 三观从无对错 但对牛弹琴的痛苦 无人想要再次体会 所以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 不是性别和种族 而是三观 去年在《我家那小子》中 曹云精、唐婉作为飞行嘉宾的 合体亮相的那一期 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热议 曹云精说 他们夫妻俩兴趣爱好不同 性格也不同 比如他喜欢滑冰 他喜欢安静 男人喜欢吃月菜 女人爱吃烧烤 生活中的唐婉 非常喜欢打游戏 但曹云精却对游戏 提不起一点兴趣 虽然这样 但这没有影响两人 在节目中秀恩爱 还得出了一个结论 兴趣不同 对感情的事影响很小 但就在节目播出不久后 两人就宣布离婚 原因是性格不合 一段长久的关系 除了利益关系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互相懂得彼此交心 有句话说 三观不合的人 就像两条相交线 哪怕只是短暂地相遇 最后也会分道扬镳 渐行渐远 三观不合的人 不出现交集还好 一旦相互关联 就会出现鸡铜鸭桨的情况 不但擦不出任何火花 更可能是在彼此折磨 互相伤害而不自知 所以如果三观不同 就注定了 这段关系会支离破碎 最终各自天涯 其实止损 是一个人最高明的智慧 学会倾听自己内心中 最真实的声音 不把最珍贵的时间和情感 浪费在一段不值得的感情中 既需要勇气 也需要决心 只要想重新开始 不论什么时候都不晚 别让一时的犹豫 毁了自己的余生 从错爱中抽身 你就会发现 世界依旧阳光明媚 没有一丝阴霾 越每一个 在不值得的婚姻中蹉跎的人 都能为了自己的幸福 勇敢地做一次诀别 从此从容潇洒地 在人生路上漫步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不见不散